無論是那個開放資料也好 或者是官方的啦 企業的 反正只要有開放資料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個資料就是抓下來 然後做後續的應用 至於你要把資料做什麼應用 我想就是看你之後做 當然一般可能會先把它儲存起來 那也許你可以在利用之前講的資料庫 後面部分 也許你可以跟前面我們講的資料庫 所以這一題總共他下載會有四個欄位 所以你可以在Create Table有沒有 像早上那個Create Table 然後四個欄位 然後你可以把資料一筆 一筆的印射到那個資料 所以他好像有兩百三十幾筆資料 那你可以把印射跑回圈 一個一個把印射進去 那再來 那我的目標就希望說 最後可以在Database裡面可以看到 這樣是一個一個 這個最後的結果 那要怎麼做第一個 先從那個官方網站找到 這個轉成的這個 它是一個CSV 那你把它下載下來 一般習慣是 點擊進來先把這個資料下載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那這個資料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用 我講過了 你可以用編輯的話 它會用那個記事本幫你開 那記事本裡面 其實可以先用另存新檔 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看一下喔 如果你透過另存新檔 可以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它的編碼方式 有沒有 記事本 編碼如果是ANSI 就是CP950 所以這個是一個答案 有時候我就是第一步先看一下編碼 當然 所以官網 基本上當然它給的那個訊息是錯誤的啦 所以這個當然 你也不用管 反正有時候我就先看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可以透過什麼 按右鍵 None Pay Plus Plus這個 去知道說它後面的那個什麼呢 串接符號 因為這個串接符號 基本上在記事本不會顯示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個地方知道說 它後面的換行 基本上呢 就有兩個 一個是反斜線R 是CR 反斜線N 是CF 所以這兩個東西 將來我要做處理 那我處理的方式 當然我會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呢 把這整個資料呢 整個下載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先切 切什麼呢 切它的一行 切到一個list裡面 也許可能先放在list1 然後呢 再分別去切 切什麼呢 切它的中間 所以我可能切這個list會兩次喔 那當然還有更多方法啦 也許你可以找找看Python 有沒有更 一些什麼套件可以幫忙做 不過我發現這已經夠簡單了 那你可以利用 那個 就是 Python裡面的那個Splitter 那個Splitter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先 幫你那個什麼 Splitter 這個幫你切什麼 切 第一個是切後面 斜線R 反斜線R 跟反斜線N 然後第二個再去切斗點 那我們來試做一次喔 首先的話呢 我們大概show一下 這個最後的結果 當然第一個 你先一樣 先在那個Python上面 也許你就新增一個那個Module Module名稱的話呢 我名稱取叫做 readcsv 台北的Park 假設這個名稱 然後呢 我第一步呢 一樣是Import 這個request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這個request的套件先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如果沒有它後面就不用做了 但是呢 一般Win7都很簡單 Win10環境變速可能也是一樣的 只要找一下畫面 但是那個Mac好像又不太一樣 所以每一個都在 但是主要就是說我要找到那個啦 找到路徑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知道路徑也沒關係 你就是 頂多 就是把那個路徑喔 先轉移到那個什麼呢 也許D嗎 D跌底下 然後你去CD什麼 CD到那個你的那個路徑哪個路徑 這個script路徑 所以也許你這個路徑把它複製一下 CD就是到那個路徑底下 Enter也可以 也就是你先到這個路徑底下 你打PIP 應該也OK 即便你沒有環境變速也可以執行的到 這也是一個方法啦 但是長久之前 如果你經常要安裝的話 還是建議一定要設定那個環境變速 否則的話 這個 還是 不是 這個 每次你都要 進到那個末路裡面還是挺麻煩的 OK 那 安裝的方法 我覺得它要打一些指令 也是不太方便 會不會將來有一些工具 我想將來應該也會有類似 不過目前 安裝的方法只能用這個方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再來怎麼做設定 第一個 我們 下載的方式 我先把它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怎麼做下載 並且把它print出來 那我輸出的方式就是第一個 我把上面import這個之後的話 然後再把它做print 把這個print什麼呢 裡面的結果 實際上裡面的結果就是 我可以先怎麼樣 用request物件 把資料讀到一個html物件裡面 把資料丟進去了 那它裡面的資料呢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 .html物件裡面的一個屬性 叫.test 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取出來 那encoding記得這個要加 因為如果沒有encoding的話 那會是亂碼 所以我們把這個print出來 第一個階段 那你會發現 非常簡單 它就全部print出來了 基本上呢 它已經是顯示出來的結果 但是這樣的結果 好像似乎不是我們 因為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做切割 那目前的話 它是用豆點做隔開 因為csv的話 基本上都是 都是豆點隔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橫向的縱向的 通通做切割的話 那我大概就先要知道說 後面透過那個 non-levy++裡面知道 它有反斜線R跟反斜線N 所以我會做兩次切割 第一次切割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會有些程式 會在這邊會多一個註解 就是分階段 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用那個什麼呢 這個字串 後面加一個SPRIT 然後呢 告訴它說 請你幫我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請你怎麼樣 幫我從那個後面的部分切割 就是說 這樣子切一刀 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一筆 這樣是第二筆 那裡面 還是會有那個豆點 那請你幫我先 等於是什麼 一筆切割 一筆切割 分兩階段 切割完之後的話 幫我把它做輸出 所以切割完之後 你可以把資料放在list1裡面 那第二步的話 就是怎麼樣 再去做第二個階段切割 但是裡面有很多個 那我要怎麼樣組一個 把它全部切割 那後面的話 我就可以寫個for回圈 把那個我切割完的資料 分別 list1 list1裡面就是 就是 一筆資料 就一筆 所以這邊的話 那我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在做 第二次的切割 那第二次切割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樣 先把第一個先抓出來 第一個的話 就list1 中瓜糊 0 表示第一筆資料 所以我這邊的話 可以從0 到它總比數 它的總比數-1 它好像會多一個 所以我把這個最後一筆把它剪掉 然後呢 分別一個一個的怎麼樣呢 把它在 sprit之後 後面第二次的切割是 豆點 把豆點的結果就是中間 因為你把 這個這一筆中間 每一個都有豆點 然後把這個資料 再放在list2裡面 那分別呢 把list2裡面的資料 再分別的把它做輸出 輸出的話 我這邊是用那個 tab 就是像之前做的 把它逐一的把它輸出 OK 按OK 那你會發現呢 做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特別是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我先切 切完之後的話 那我把第一筆 再切到list2 那list2中間呢 再利用什麼呢 用那個 就是換行的符號 我跟你講 那個 就是tab的字源 把它這邊加一個tab 一個一個 所以總共的話 那我這邊總共會有幾筆資料 0 1 2 3 總共四個欄位 那分別把這些資料呢 再分別逐一輸出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基本上 我有把它應該把它放在 程式沒幾行 其實非常簡單 那我也把它放在 下面這邊 OK 那底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結果 程式的話呢 應該會是在 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下載那個csv 那你會發現 相對的csv 它的下載 跟切割 只要用一個splitter 就可以搞定 還蠻方便的 那 可是我下載的目的 只是為了要看到後面 不知道什麼情況 好